9月3号是台湾军人节 台湾的军公教人员发动93大游行 抗议年金改革不公平 让传统军公教人员的权益受损 所谓的军公教代表的是退伍军人 还有公务员以及公立学校的教职人员 他们上街呢 希望台湾政府能够还他们一个公道 有关台湾军公教年金改革问题 一直是一个棘手而且争议不断的议题 接下来我们就立刻为您连线 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林峰 请林峰为我们掌握今天93大游行的抗议情况 林峰你好 一华你好 是的能不能和修后我们谈一下 今天这个上街游行的人数规模怎么样 那么民众他们具体提出来的诉求是什么 今天我到现场去观看了这次大规模的游行抗争 的确人数非常之多 那么是让人可以感觉是一种震惊的感觉 那么所有的街道通向这个总统府前面的这个街道 全部是挤满的人 那么主办方就是这个这次大规模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声称呢 这个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数是高达25万人之多 但是这个台北的警方呢他们的统计 他们在现场的统计的话 认为这个游行人数是达到了11.7万 也就是将近12万 那么无论是从哪种说法来看的话 这个人数都是相当的惊人的 那么主办方之前是预计预测是这个人数是达到10万人 那么从台北警方提供的数字来看的话 11.7万也是超过了他们的预期 就他们的这个诉求来说的话 主要是这些退休人员呢 他们不希望这个台湾政府在推动年金改革的过程中 把他们丑化 用他们的说法就是被污名化 要尊严不要污名化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台湾社会包括政界 包括这个电视上的一些名嘴 认为就是这些人员 也就是军员退伍的军人呢 教师啊 还有这个国家的公务员 他们拿到的这个退休金的比例 是远远的高于普通的民众的一个平均值 那么他们在某种程度上 实际上是被描绘成一种就是既得利益集团 那么是改革的这个阻碍者 是的 我们刚从电视的画面上已经看到了 这个在台湾总统府前面的凯达格兰大道 可以说是挤满了相当多的民众 这也是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 面临到的第一个这么大型的游行集会 那么政府方面有没有目前 有没有提出什么样的回应呢 实际上这个游行确实是非常规模非常之大 那么也确实让这个蔡英文政府感到有些难以应对 那么今天其实是这个台湾的九三军人节 那么不知道是不是事先安排好还是有意而为 那么就是总统蔡英文他今天恰好是在上午呢 跑到这个前往这个台湾的这个中列祠进行的这个 对这个国军阵亡将士进行的一个祭拜之后呢 他就下午跑到了这个台中去访问这个当地的农民 那么恰好呢这个总统蔡英文他本人并不在这个总统府 但是呢被媒体提问的时候呢 他是一带而过没有没有具体的回应 他只是说我们要做我们自己该做的 那么实际上下午的时候这个台湾的行政院呢 是召开了一个紧急的记者会 是对外界说明对这个九三大游行有一个回应 那么他们的说法就是说这次改革呢 应该说是个全面的改革 改革并不针对任何的阶层 也不针对任何的这个民众 更不针对某一个职业 所以就是说希望民众对这个改革 这个艰难的改革能够有抱有一定的耐心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 驻台北记者林峰 带我们了解今天现场的最新情况